大家好,23点07分啊,马上就半夜了啊,再跟大家简单说说啊 这个据日本的产经新闻的报道啊 这个产经新闻说啊,就是日本应该着手啊,准备从台湾撤侨了 啊,据这个报纸的分析文章,他们的观点说这个武统台湾啊 就是这个中国大陆啊,这个解放军啊,这个中共军 可能随时这个战事会爆发,有可能 因为这个国际上对某一件事,大家都明白吧 去年到今年啊,这个全世界死了很多人的这件事 可能要追责,要溯源,是吧 有可能大陆军方鹰派最高领导人,是吧 他先发制人,他转移注意力 他也可以说,说的难听点,叫孤注一致,对吧 跟你拼了,是吧 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吧 破釜沉舟啊,这个富贵显中求 悬崖上跳舞,也不是不可能 是吧 另外,某人啊,不是也想当什么千古明君吗 千古一帝吗,是吧 不要超过毛太祖,毛腊肉吗 毛老头吗,老毛吗 是吧 有可能啊,建功立业 是吧 穷兵独武 是吧 这个这个必其功于一亿 一将功成万古枯 是吧 你当年希特勒不也想为德意志民族 扩展生存空间 于是,是吧 发动了对东欧 西欧南欧的征服 也包括北欧 对吧 他想建立一个千古的大都城 叫日尔曼尼亚 日尔曼尼亚的中国版不就是雄安新区吗 但是最近啊,你看原来是国家级的千年大计 现在给了河北省啊 给了一个相当于地级式的权限 这看起来是有所要降温啊 但是你要说他烂尾 目前还为时过早啊 这个在韩国有将近五万的日本侨民 有日本国民身份的 在台湾长期定居台湾的有两万多日本人啊 这个产经新闻说要准备把这些人撤回日本 并且呢离台湾非常近的 在台湾本岛的东边还有个羽纳国岛 那个岛上还有将近七八万人啊 那个有可能如果大陆台湾海峡两岸开战啊 那个岛有可能受到大陆的军事攻击 前一段日本的自卫队已经派了一些部队 可能是导弹部队啊 有进攻性武器的已经部署在羽纳国岛了 所以那个岛很有可能成为战区啊 产经新闻说这部分人也要迁走 那这样的话就要迁走十万人 从台湾和羽纳国啊 这之前啊 前在日据时代吧 日本人占领台湾时代 甚至更早的时代还有台湾人移民到羽纳国岛 但是基本上他们慢慢都融入了都同化了都规划为日本人了 但是他们还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从台湾去的羽纳国岛啊 那个基本上也是冲绳的冲绳县原来琉球的一部分啊 要把这些人说要撤到日本的本土或者是冲绳的这个主岛是吧 那么也有一定的难度 这个人可不少是吧 当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得出这种判断 可是日本的媒体你千万别小看他们 当年邓小平去世 这个第一个国际媒体报道的就是日本媒体 日本人做情报做的非常成功 当年在这个日清战争 就是所谓的中日甲午战争 日清战争 日俄战争 也叫日陆战争 日本路西亚战争 日本人的情报工作 是吧 那就是世界上数一数二了 你不服不行 是吧 撒尿背手不服 指的难的 撒尿背手不服 说我谁都不服 我就扶着墙 我就扶你 对吧 日本人就是厉害 当年日本人怎么知道邓小平要死啊 因为邓小平 当然他住院了 这个慢慢就瞒不住了 日本人就派人 就在301总医院 解放军嘛 301总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盯着 后来看到很多领导人的高级轿车 不断的往那开 集中的开 那就是证明什么呀 他不行了 很多是吧 大脑袋 北京人管大领导 大官的大脑袋 很多大脑袋 跟邓小平 做最后的告别 是吧 后来他们打了一个电话 日本记者 打到了国务院办公厅吧 值班室啊 或者什么机构 说这个对邓小平先生的去世 表示哀悼 然后第一时间接电话的人没否认 然后日本人就知道了 赶紧抢先发消息 还有中国不本来说什么 所谓摘掉贫油的帽子吗 就是中国不产石油吗 你没有石油 你的工业 你的交通运输 你就运转不起来吗 你就穷了 就落后 那会儿不是在大庆 王进喜 是吧 发现了石油 然后戴个大棉帽子 然后拍个照片 人家日本人 根据你的大棉帽子 根据那个太阳 照射的地面上 你那个石油 那个井架 是吧 那个角度 那个投影 马上就判断出来 这个地点 就在黑龙江的西南部 就是今天大庆的地方 这个日本人 搞这个工作相当厉害 好吧 朋友们就聊到这儿啊 对再说一个 难民已经扩散到世界各地了 阿富汗难民 阿富汗难民有的 像他们慌不择路 没办法 赶紧先逃出来 从喀布尔机场 飞机只要起飞 起飞能坐上飞机 平安落地 你就算成功了 你就算逃出升天了 你就算九死而一生了 你就算积了德了 祖祖宗积德 你就算 胜利大逃亡 虎口脱险 是吧 这都是电影的名称吧 胜利大逃亡 虎口脱险 你真的就是 是吧 非常非常的 good luck 幸运 有的降落在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还想威胁欧盟 故意放水 有的到了土耳其 有的到了其他国家 我听说 我听说有一些难民已经到了西班牙了 我在巴塞罗那的酒吧里边 前两三年 我就见过在巴基斯坦人开的酒吧里就见过阿富汗人 应该就是哈扎拉人 长得跟我这张脸 有那么百分之五六十的相似度 就是清克斯汗蒙古大军的后代 娶着塔吉克的老婆 信的是什叶派 然后他们那个穆斯林啊 他们也往一块聚 也是我看那天有什么乌兹别克斯坦的 什么阿塞拜疆的 阿富汗的巴基斯坦 他们也在一块凑 是吧 其实很多人对穆斯林 对他们有一种恐惧啊 这也有一定程度上 当然那些恐怖组织 塔利班呀 巴基斯坦的塔利班 巴塔阿塔 什么IS伊斯兰国啊 包括什么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组织 等等等等 这些是肯定是恐怖组织 而普通的穆斯林 也就是过日子的人 你像在我们家 现在跟我们家干活了 就是北非来的 马格里布 阿拉伯语是西方的意思 马格里布 利比亚 这个这个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这一带的人 就跟我们家干活了 老实的很 人没问题 是吧 你看我这有古兰经 是吧 我就跟他聊一聊 是吧 这个古兰经的那些典故 阿拉伯的风俗习惯 风土人情 这普通人都老实的很 是吧 这个不要对他们有恐惧 即便是在巴塞罗那 原来我们住的地方 很近的地方 就都是那种穿阿拉伯 那个大白袍的人 是吧 这也包括有印度巴基斯坦人 普通的人啥事都没有 也有黑人 塞内加尔的什么的 他们也是穆斯林 是吧 普通人没有什么 当然他那教规里边 是有一些 呃 没有做到与时俱进的 你也可以说他愚昧呀 落后啊 啊 和时代脱节呀 这个真正讲与时俱进 是吧 这个站在人类的文明的发展的前列 当之无愧的 当然了 央视着火 大裤衩着火 央视新台制着火 当然了 of course certainly 当然是基督教啊 对不对啊 基督教里边又分层次 有塔尖 有塔身 是吧 有底下的垫底的 我们这个拉丁世界 葡萄牙 西班牙 意大利 是吧 这些信天主教的 这都是偏下的 是吧 引领这个世界的 就是基督教 这不用说 是吧 就是英语民族 安格鲁萨克逊 对吧 这个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是吧 这个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ish and North Ireland And Canadian Australia New Zealand 还是这些国家 对吧 这是世界的文明 为什么中国人出国都 是吧 First 是吧 首先他去这些国家呀 人家就是先进 是吧 你看亚洲比较好的国家 哪个不是受英国影响 美国影响 当然啊 之前是英国 慢慢的到现在啊 离现在越近 美国的影响越大 韩国 没有美国 韩国都亡国了 还有韩国吗 还有南朝鲜吗 对吧 早就被这个共产主义红色的这个恶魔 这个这个洪流给吞噬了 金日成多狠啊 对吧 日本 没有美国 苏联就占领日本了 苏联人已经占了北方四岛了 对他来说 咫尺之遥的北海道 对吧 台湾 没有美国在那驻军 包括到现在美国的第七舰队 美国的航母都在保着台湾 啊 军售卖给台湾武器 这样两岸的这个军事平衡 不会被彻底打破 对不对 菲律宾 菲律宾当然原来还是美国殖民地 后来独立 有美国的舰队 美国的军事基地 苏比克克拉克 后来给美国人轰走 现在听说菲律宾想让美国人再回来 对不对 新加坡没有英国人海峡殖民地 有今天新加坡这么繁荣吗 对吧 当然新加坡也有问题 有人说新加坡没有民主 但是新加坡有法治也有自由 对吧 这个东西难说啊 反正我在这个街上啊 在这个像我们巴塞罗那 有150多个国家的移民啊 我到处跟他们聊天去 开菜店的格鲁吉亚人 是吧 这个什么这个亚美尼亚人啊 这个乌克兰的利沃夫的西部的离波兰近的 他们恨俄罗斯人 是吧 白俄罗斯的 我到处跟他们聊天啊 前一段还有菲律宾人向我传教呢啊 想让我信他们的天主教 我一看他来了 我说离我远点 为什么呀 有疫情 是吧 有疫情咱们就别那么近的接触 是不是 其实先进的东西我都不排斥 我都能接受 但是现在有疫情啊 也有好几位朋友想跟我见面 我也都谢绝了 是吧 我尽量就现在不给社会添麻烦 咱们就自求多福 各自安好 是吧 等疫情过了啊 咱们再好好的聚 是吧 这没办法啊 抱歉了 各位抱歉了 再见